3. 镜头的分类及特点 按照焦距和视角的关系,可以将镜头分为7类 预眼镜头、超广角镜头、广角镜头 标准镜头、中焦镜头、长焦镜头、超长焦镜头 由于画幅大小对镜头的视角有影响 下面我们以全画幅和35mm照相机为例进行讲解 我们首先来看标准镜头 标准镜头的焦距范围在40mm到60mm之间 视角在50度左右 焦距与感光器件的对角线长度基本相等 这种镜头的视角和人眼的视角是相似的 拍摄景物的透视效果符合人眼的透视习惯和标准 固定镜头的标准镜头在摄影创作当中应用的最多、最为广泛 比如尼康50mm的标准定焦镜头 标准镜头在拍摄当中相差比较小 成像的质量优于一般同档次的镜头 最大的相对孔镜叫一般的同档次的镜头要大 从而保证了在低照度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光圈 同时标准镜头的体积小 携带方便 二、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指焦距短于标准镜头 视角大于标准镜头的镜头 广角镜头的焦距一般是21到38毫米 视角在70度左右 广角镜头的特点是焦距比较短 视角大 景深长 能够拍摄动态物体或者是需要景物前后有较大的清晰度 或者在比较狭窄的环境当中拍摄比较大的场面的时候 可以采用广角镜头来拍摄 三、超广角镜头 超广角镜头也属于广角镜头 它是指焦距小于21毫米 视角大于90度的镜头 超广角镜头有很宽广的视角 可以拍摄大范围的场景 由于超广角镜头的有效光圈小 能在任何光圈值上得到大的景深范围 但是用超广角镜头拍摄景物会产生严重的变形 影像发生畸变 相差比较大 所以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影像变形失真的问题 四、鱼眼镜头 鱼眼镜头是一种极端的超广角镜头 它是指焦距在6到16毫米之间 视角在180度左右的镜头 鱼眼镜头因其前端第一块透镜 好像鼓起的鱼眼 所以被称为鱼眼镜头 鱼眼镜头的相场照度比较均匀 但存在着严重的畸变 影像的失真比任何的摄影镜头都大 五、中焦镜头 焦距为85毫米到135毫米左右的镜头 一般称之为中焦镜头 中焦镜头的焦距是中 相差焦正精良都为高速摄影镜头 拍摄的画面透视效果比较好 一般的来说可以用于人像摄影 风光摄影等题材 六、长焦镜头 焦距范围在135毫米到250毫米之间的镜头 视角约为14度左右 这样的称之为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由于其有狭窄的视角 能够把远处的景物拉近 在焦片上结成较大的影像 拍摄效果有较为强烈的透视压缩之感 也有利于把摄影主体从背景当中分离出来 主要使用在远距离的拍摄或者用于特写摄影 七、超长焦镜头 焦距大于250毫米的镜头 视角小于10度的一般称之为超长焦镜头 超长焦镜头是为了拍摄更远距离的对象 一般用在野生动物的拍摄 新闻发布会上的特写拍摄等等 但是超长焦镜头设备昂贵 技术操作性强 一般的是专业的摄影人员来使用